Miss Hannah的Online課程 亲子故事手作时间来咯 本集的课程内容有 Music Time 音乐唱跳 Story Time 绘本故事 以及Craft Time 趣味手作 哈喽 大家好 我是Miss Hannah 欢迎来到Miss Hannah的故事和手作时间 今天我们听故事之前 要一起来唱Hello Solo 你准备好要动起来了吗 Music Time 音乐唱跳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唱Hello Song咯 各位小朋友们 我们要一起来唱Hello Song咯 一起动起来吧 没有没有 喵喵屁股听见浪花笑话 起航咯 飞着吃起的眼睛 和勇敢的耳朵 穿上平安的鞋 爱我还要不幸 小朋友我们出发咯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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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点点桃花看见天空大招呼 嘿哟嘿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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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咬咬苹果听见浪花 我们出发咯 Story Time 绘本故事时间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Story Time 今天Miss Hannah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是大家最喜欢的皮皮猫系列 以前我们也讲过皮皮猫的故事 这一次呢 皮皮猫Pitter Cat 那个Pitter Cat 我们这一次要讲的是关于披萨 要吃披萨啰 今天的故事叫做皮皮猫和披萨派对 那我们先跟皮皮打声招呼啰 Hi 皮皮哈喽 好啦 故事开始了 首先我先想要问问你们 你们喜欢什么口味的披萨呢 像Hannah老师最喜欢的就是 夏威夷口味 有Pie Apple 凤梨 还有一些火腿 还有甜甜的BBQ sauce在上面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夏威夷口味的披萨 不过啊 也有人喜欢最纯粹的 比如说cheese披萨 什么都不加 全部都是cheese 你呢 你喜欢什么口味 我还听说过有人喜欢吃 珍珠奶茶口味的披萨哦 今天我们就要跟着皮皮一起去他家 参加他的披萨派对 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口味的披萨给我们吃呢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 有一只猫咪 就是皮皮 这只皮皮猫呢 他很喜欢吃披萨 他也很喜欢party 他喜欢邀请朋友来他家一起吃披萨 所以呢 他决定他要做一场披萨派对 就是披萨派对 他要邀请朋友来他家一起吃披萨 想要举办披萨派对 第一件事就是要制作一个邀请卡 你要让别人知道你有派对要开始嘛 时间 地点 还有什么主题 所以皮皮马上画了一张邀请卡 上面呢 有披萨 然后写着很好玩哦 赶快来参加 皮皮呢 就把这张邀请卡 发给了他所有的好朋友们 时间就是这个礼拜六的中午在皮皮家 果然到了星期六 所有的人都出现在了皮皮的家门口 皮皮准备了好多彩色的气球发给大家 你看 有鳄鱼 有白色的凯莉猫 还有铲除先生 还有鸭嘴兽 还有小松鼠 皮皮的好朋友们全都到齐了 皮皮带着大家进屋子 今天的披萨派对可不是只有吃披萨哦 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皮皮啊 心目中最完美的披萨就是只有两种原料 一个就是 pepperoni 就是香肠 另外一个就是 cheese 所以香肠跟cheese 这两个东西啊 绝对是皮皮最爱最爱 而且不要加其他的 加这两个就好了 皮皮最爱的啊 就是最简单的 pepperoni cheese 好了 皮皮做了pepperoni cheese pizza要给大家吃 不过呢 吃披萨前啊 大家先玩个小游戏 于是呢 皮皮呢 就跟他的小伙伴们 把眼睛蒙起来 大家一起玩丁 马 尾巴的游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 就是啊 蒙着眼睛的人 必须拿着彩虹马的尾巴 或者是驴子的尾巴 把他叮到马屁股上面 但是因为看不见 所以常常会叮错地方 这时候呢 你的同伴呢 你的伙伴就要在旁边喊 往上一点 往下一点 往上一点 哎哟 又又边 又边 皮皮跟他的小伙伴们正在玩 帮小彩虹马找尾巴的游戏 啊 右边右边 左边左边 等一下 就是这里啊 叮下去 好啦,彩虹马的尾巴找到了以后 这时凯莉猫说话咯 凯莉猫对着皮皮说 皮皮,我想要在披萨上面 多加一个我喜欢的饼干可以吗? 我最喜欢吃Prizzle 就是纽结饼干 我可以把Prizzle 加在你的pepperoni cheese的披萨上面吗? 哦,凯莉猫想要把Prizzle 你们吃过Prizzle吗? Prizzle就是一种蝴蝶结饼干 它是一种德国的纽结饼干 Prizzle,你有吃过这种口味的吗? 皮皮虽然没吃过 不过,皮皮说 可以试试看 于是大家就把凯莉猫喜欢的Prizzle 加到了披萨上面了 好吧,接着他们又继续进行了派对 派对活动 斜下来皮皮为大家准备的派对活动是 游泳 所有的人拿了自己最喜欢的游泳圈 到皮皮家的游泳池开始玩了起来 还有人啊,从高高的地方 咻...跳水呢 大家就在游泳池很开心的一起玩水 玩着玩着玩着 又有一个朋友问皮皮啦 这个人是松鼠 小松鼠问皮皮说 皮皮,那个我喜欢吃Pistachio 其实那个开心果 我可以把开心果也加到披萨上面吗? Please 噢,开心果 你们听过有人把开心果 Pistachio 有人把Pistachio加到披萨上面的吗? 呃,皮皮说 呃,我是没有听过有人把开心果加到披萨上面 不过...新口味嘛 可以试试看 于是大家就把Pistachio 开心果也加到了披萨上面 现在啊,这个披萨变成 Peperoni Pistachio Prizzle Pizza OK 好吧 接着大家加完了开心果以后 就跟皮皮去进行了下一个派对活动了 下一个派对活动是音乐 皮皮最喜欢唱歌跳舞啦 所以皮皮就准备了一首歌 有人弹琴 有人弹吉他 有人打鼓 大家就在皮皮家的院子 开心很开心的开始跳起舞来啦 所有人就开始他们的music party 跳着跳着跳着 这时候又有一个朋友说话了 这个朋友是禅厨先生 禅厨先生 拿出了一罐他最喜欢的pickle 哦,禅厨先生说 皮皮,我最喜欢吃酸黄瓜pickle了 我也可以把我喜欢的pickle 加到披萨上面吗 please 哇,说完以后 皮皮说 呃,我是没有听过有人把酸黄瓜也加到披萨上的 不过新口味嘛 可以试一试 于是,他们把酸黄瓜也加到了披萨上面了 现在啊,这个披萨是 pepperoni pickle pickle and pistachio 对,现在是 香肠 酸黄瓜 还有纽结饼干 还有一个是开心果 哇,现在pizza上面有四种口味的东西哦 好吧,没关系 反正新口味,试试看嘛 接着,皮皮就带着他的朋友们 一起去玩丢球比赛啦 你们看到了吗 板子上啊,可是有不同的分数哦 丢到了不同的洞里面 可以得到不同的分数 所以大家都很卖力的用力的丢啊丢啊丢 10分 20分 30分 50分 哇 丢球活动结束以后呢 又有一个人 他说 呃,那个 我喜欢吃popcorn 我喜欢吃爆米花 我可以把爆米花也夹到pizza上面吗 原来鸭嘴兽 他喜欢吃爆米花 哦,已经夹了这么多东西 还可以夹吗 这时候 皮皮 呃,抓了抓头 皮皮说 呃 OK 好吧 爆米花 爆米花夹到pizza上 我是没吃过啦 不过新口味嘛 嗯 试试看咯 好啦 现在这个pizza有什么呢 这个pizza pepperoni香肠 Prizzle扭结饼干 还有Pico酸黄瓜 Pistachew开心果 现在又多了一个popcorn 爆米花 5种口味了 5种口味了 好吧 希望这个pizza好吃哦 接着皮皮开着他的黄色大巴士 发给每个人一人一颗气球 他们很开心的出去兜风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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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papaya 木瓜 耳语说 我想把木瓜切一半 加加加加在披萨上面一起吃 P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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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Pi-Pi-S 噢 Pi-Pi 只好点点头说 OK 我从还没有看过 有人把木瓜 Papaya 加到披萨上面的 不过 新口味嘛 试试看咯 于是皮皮把木瓜 也加到了披萨上了 现在这个披萨总共有 Paparoni香肠 Prizzle饼干 Pistachio 开心果 Pico酸黄瓜 还有Papicron爆米花 还有一个是 Papaya木瓜 总共有六种味道了 还有cheese呢 哇 这个披萨你们敢吃吗 味道好复杂哦 所有的东西都加上去以后 皮皮就带着所有的人 一起到他家的院子去玩 充气跳跳床 大家很开心的 跑到了充气床上面去 跳啊跳啊跳 还有人在玩溜滑梯呢 玩着玩着 凯莉猫就说 皮皮皮我肚子饿了 我们的披萨好了吗 我想要吃披萨了 哦没有错 今天的主题是披萨派对 所以啊 嗯是时候该吃披萨了 皮皮把所有人的 加好料的这个大披萨 放进了烤箱 大家就坐在烤箱前 等啊等啊等啊等 倒数计时 5 4 3 2 1 滴 烤箱好咯 热腾腾的披萨拿出来 哇 有6种食材呢 还有cheese 好啦 皮皮把披萨切切切切切切切 切成了好多片 一人一片 每个人选了一片披萨以后 很开心的一起开动哦 大家把披萨放到了嘴巴里面 嗯 嗯 嗯 味道好奇妙哦 有酸黄瓜 有爆饼花 还有 扭厥饼干 还有 开心果 香肠 还有甜甜的木瓜 这是吃过最最最最最 最奇妙的味道的披萨了 这个披萨 你们绝对没有吃过这种口味 不过呢 所有人喜欢的东西都在上面了 所以 算是一个好朋友大披萨吧 每一个人加一个自己喜欢的料 最后变成了一个独创的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好朋友大披萨 虽然皮皮最爱的口味还是 peperoni cheese 他不喜欢加其他的东西 不过呢 皮皮说 嗯 虽然我平常都只吃香肠起司口味 但是今天吃到了这么多的不同口味的东西加在一起 是我们大家一起创作出来的好朋友大披萨 哼也是很好吃啦 好吧那我们下次再一起创作其他口味的披萨咯 今天的披萨派对也算是大成功 因为每一个人都加了自己喜欢的食材 吃到自己喜欢的口味 这边有好多披萨呢 热泥选 有西瓜口味 杯子蛋糕口味 鱼的口味 还是全部是蛋的口味 还是培根口味 薯条口味 呃 那老师要教大家做一个快速就可以做好的披萨 不需要发面团 我们等一下呢 准备一些食材 这些食材可以是你喜欢吃的 不管你喜欢吃火腿 香肠 玉米 洋葱 蘑菇 任何你喜欢吃的食材都可以加在上面哦 你可以做一个独一无二的创意披萨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一起来做披萨咯 break time 中场休息时间 行 我 是 software 我 校固 把它 硬 钮 我们 没 Estamo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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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哈喽 大家 欢迎来到Craft Time 今天的Craft Time 我们要来做的是披萨 对 我们要来开披萨拍队咯 你可以准备你各种你喜欢吃的这个食材 像我今天准备了皮皮猫最爱的这个 Pepperoni 这个是小香肠 那另外呢 我喜欢吃夏威夷口味 所以我准备了pine apple 凤梨 还有这个tomato 这个是番茄 番茄丁 那另外呢 像这个是洋葱 洋葱的话可以请家长哦 请爸爸妈妈帮你先切好 把所有材料都先准备好 我们做披萨的时候速度就会快很多 也会比较简单 好咯 那你们也可以准备任何你喜欢吃的材料都可以 另外呢 酱料的部分 酱料的部分大家可以准备像我有这种现成的这个salsa的这种番茄酱 或者是意大利面的番茄酱也可以用 那像Hannah老师喜欢吃BBQ口味的夏威夷BBQ 我也可以准备像这种BBQ sauce 或是番茄酱一般沾薯条的番茄酱也可以哦 做披萨最不可以少的当然就是cheese啰 所以大家可以准备一些这个mozzarela cheese 这种是可以这个加在披萨上会坎西会黏黏的这种乳酪丝 不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做披萨的饼皮 披萨的饼皮我们需要准备的是这个是面粉 中筋面粉 另外我们要准备这个baking powder也就是泡打粉 泡打粉的目的呢是让你的面团可以稍微蓬松一点 那我们大家呢平时呢都会用酵母粉来发酵面团 不过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这么多 我们要用快速的 所以我们又选择用泡打粉来取代酵母粉 另外要请大家准备糖 还有准备盐巴 最后一体的部分请你准备水 还有这个是橄榄油 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做我们的披萨面团咯 首先呢我们先将这个面粉 面粉里面我们先加入泡打粉 糖还有盐 那首先呢我们加入这个baking powder 泡打粉的部分我们会加一茶匙 一茶匙指的是这样子平平的哦 平平的一匙 这样平平的 那一茶匙就是tsp teaspoon 一茶匙不要加成一大匙咯 一大匙跟一茶匙不一样 你看这个是一大匙 这个呢是一茶匙 那一大匙的话量会过多 所以我们加一茶匙就可以了 好一茶匙的这个baking powder 泡打粉 接下来我要加一大匙的砂糖 那一样呢是平平的一匙 所以你可以用手指头把它刮掉多余的糖 好平平的一匙 加进来面粉里面 接下来我们要加的是盐巴 那盐巴呢我们要用的是 所有量池里面最小支的这个四分之一茶匙 好一样我们挖盐巴 好用手指头把它刮平 平平的这个四分之一茶匙 好一点点就可以了 加进去 泡打粉 盐巴 糖 还有面粉 这四个东西都是干粉类 就是都是粉 所以我们就把它拌在一起 搅拌均匀 好像在炒菜一样 但是干粉喔 所以请你轻轻的拨一拨 对把它搅拌均匀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加剩下的油和水了 就是液体的部分 首先我们要先来加油 那油的部分呢我要加一大匙的这个是橄榄油 如果你没有橄榄油你要用酪梨油啊或是其他的油都可以 是液体的油喔 一大匙的油 这样你的面团就会有香味也不会过干 最后我们要加这个90cc 90ml的这个水 那这个水呢请大家一定要先用凉杯或是用电子秤凉过 那90cc的水呢基本上扣掉碗的重量也就是90克的水 那我们记得喔水一定要照比例喔 不然你的面团可能会太黏或者是太干 好90cc的水 加进去配上150克的面粉 这个比例做出来的面团 黏性大概是就是不会太黏又不会太干是刚刚好的 好加完了以后呢就请大家用你的刮刀 把这个面团轻轻的搅拌 先不要用手喔 因为它现在面团还有一点黏 用手的话可能会黏的到处都是 所以我们就用刮刀来做 轻轻的搅拌 好你看它黏在一起了 也可以这样子切切切的方式 面粉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吸水 好很好你看面团已经变得比较干一点了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手啰 用手先把这个上面的这个刮刀上的面团拨下来 可能会有点黏手 但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来捏这个面团 接着呢我们就用手来捏这个面团 一开始呢请你用压的方式 好像在踩踩踩踩踩踩 好记得把它翻面 好不然这边也踩一踩 好记得把它翻面 好接着呢你就可以用手指头去抓它 因为有时候这个会太黏 会黏的到处都是 所以我们先用压的方式 接着才用手指头去抓 可以两只手 也可以一只手扶着你的碗 另外一只手抓 好你看越捏呢这个面团呢 它就会越来越柔软 你看哦在下面本来还有一点脏脏的 对不对有很多的屑屑 可是呢你的面团越捏 你的盘子就会越来越光滑 好你看这个碗 就越来越没有屑屑 手上的这些面团也会慢慢慢慢被黏上去 你看我的碗上面 已经越来越小的屑屑了 好咯你看捏到你的盆子上面 已经没有其他的面团黏在上面了 变得很光滑 然后也不是太黏手 可能会有一点黏 有一点黏 但又不是太黏的状态 不会黏得整整个手到处都是的那个面团 好 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把面团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做的是 你看你要做一个大披萨 还是两个小披萨 那如果呢你要做一个大披萨的话 用刚好一片面团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做两个小披萨 你就把它切一半 如果有些人你想做两个小披萨 你就把它切一半 这样就可以做两个小披萨 那如果你想跟Hannah老师一样做一个大披萨的话 也可以 好 那我们这个面团呢就先放在旁边 让它休息一下下 我们先来准备其他的材料 然后我们就可以在面团上面开始加材料了 好的 刚刚的面团已经休息的差不多咯 那大家如果呢怕它太黏 或黏在这上面或黏你的手的话 我们可以拿一些面粉 多余的一些面粉 把它sprinkle 撒一点点的面粉 把它稍微抹在这个 锡箔纸上面 那我是用锡箔纸 你也可以用那个烤箱的那种烤培纸 Pershman paper 可以用烤培纸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我们的面团 放到我们的锡箔纸或者是烤培纸上面 好然后用手指把它压一压 我们今天完全不需要用到擀面棍 我们就用手掌把它压压压压压 往旁边压开来 用手指头也可以 往前推推推推对往旁边推 我要做成一个大披萨 尽量让它薄一点 因为我们的面团 等一下烤的时候会膨胀 所以尽量把它压薄一点 如果会粘手的话 一样撒一点点的面粉 或者是撒一点面粉在手上 这样就不会粘了 然后往旁边推开来 往外推哦 把披萨皮往外推 尽量往外推推大一点 好披萨皮呢把它推开来 推到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那我这个是做一个大披萨 有些人是做两个小披萨也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铺 我们的酱料还有食材了 那酱料的部分呢 Hannah老师想要做一半一半 我喜欢两种口味 所以呢我一半呢 铺上这个是番茄酱 你也可以用一般沾薯条的番茄酱 或是你家里呢 有像做意大利面的这种 现成的这个番茄酱 番茄糊、番茄泥都可以 好我做一半一半的哦 一半是番茄口味 好 另外一半是这个 BBQ sauce的口味 然后把这个BBQ sauce抹开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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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 好喽 好喽 一半是番茄 一半是BBQ sauce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上面 加上我们喜欢吃的配料了 首先我要来加这个皮皮帽最喜欢的这个 Paperoni Paperoni火腿 放这样一片一片的火腿 两种口味都要摆 好 接下来呢 我加一些这个白色的这个是洋葱 我喜欢吃洋葱 放上一些洋葱 放上一些洋葱 材料如果有重叠在一起没关系 非常丰富 好洋葱 接着呢 撒上一些些的新鲜番茄 有些人也会用玉米粒 或者是呢 你可以加什么青豆仁啊 蟹肉棒啊 都可以 照着大家自己的喜好 好然后最后我最喜欢的夏威夷口味一定要有 洋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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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zza最好玩的就是呢 喜欢什么口味都可以加 每一个人都可以加自己喜欢的口味 看你喜欢吃什么口味就加什么口味 那这个这个Pizza做法非常的简单 也不需要等发面 因为如果用酵母粉的话呢 很多人做过Pizza都知道那个Pizza需要一段时间让它发那个面团比较麻烦 可是呢我们今天做的这个是简易版的 它就完全不需要等待时间去发面 它就完全不需要等待时间去发面 就可以直接 就是直接做好 直接铺上料就可以直接拿去烤了 好喽你看我的夏威夷Pizza 然后接着我要加上我的这个 Cheese Mazzarella cheese 好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材料呢 都是要靠这个cheese粉 把它 黏在一起的 所以Pizza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加cheese 那cheese的多和少就看个人 有些人喜欢吃很多cheese的 有些人不喜欢吃这么多cheese可能就加一点点就好了 我做的这个是满满的cheese的 满满的cheese口味 OK 好掉到边边的也丢进来 好喽 你看 cheese撒满了 那接着我们就要把我们的Pizza放进烤箱了 现在我们把烤盘拿出来 那大家呢可以就是照自己家里的 烤箱大小去做Pizza 有一些人的烤箱可能没有这么大 那henna老师做的大小是刚刚好 就是我家的烤箱 刚刚好的这个烤盘的大小 所以等一下呢就放进去烤 那要烤多久呢 我们大概烤15到20分钟 用355度F 或者是180度C 烤15到20分钟 烤到什么时候 烤到这些cheese上面有一点点 金黄色的咖啡色的斑点 就可以咯 然后这个外面的表皮也会有一点点的 金黄色焦焦的感觉 这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切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送进烤箱 我们20分钟后见咯 Pizza做好了以后 把它放入烤箱里面 设定在355度或者是180度烤15到20分钟 那我们就开始烤Pizza吧 哇Pizza烤好了 别忘了戴上手套 把Pizza从烤箱里面拿出来 来咯 这时候可以请家里的大人帮忙用小刀 或者是Pizza刀 把Pizza切开来 这样子热腾腾的Pizza就可以吃咯 Hannah老师最喜欢的 夏威夷口味Pizza完成了 不知道你们大家今天做的是什么口味的Pizza呢 这是本集课程的建议唱跳歌曲 欢迎大家自己上YouTube搜寻咯 Music time 音乐唱跳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唱古拜送咯 好啦 今天的精彩故事已经结束了 手作也完成咯 你们今天做得非常的棒 那最后要结束前 我们要一起来唱古拜送咯 我在 ниoti��� land �하겠습니다 我在呢 我们今天做的家母 明天来唱歌 有赋1号 你今天 werk的来唱歌 特别懂吗 不一样 响你 偶然 在点几岛 我 Fly 舞 月 你大大的手一路牵着我 我要戴上这双星星的翅膀 敞开双双飞翔 勇敢不再去怕 就算在黑暗中也有 好深处一种的希望 长大路令我陪伤 看着要好多星星哦 真的耶 我们一起数数看有几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满天星星闪闪发光 就像你的爱点亮 我心风浪再大 我都不怕 你大大的手一路牵着我 我要戴上这双星星的翅膀 敞开双双飞翔 勇敢不再去怕 就算在黑暗中也有 就算在黑暗中也有 大声唱 你眼中的习惯 就能够无理我回家 Twinkle Twinkle Let her start Leave me back to home with love Twinkle Twinkle Let her start 嗯 到家了 乖乖睡吧 最后要结束前 Hannah老师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听更多的故事 欢迎大家可以在Podcast上面搜寻宝贝方舟 上面有很多Podcast的免费故事可以收听哦 另外如果你想要跟Hannah老师说话 或者是想要传一些信息给可爱的波波 你也可以在Facebook、Instagram或者是脸书的社团 搜寻宝贝方舟 就可以找到我了哦 那我们就下一次的故事课再见咯 拜拜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本月的寿星请拍下这个画面传给Miss Hannah哦 拍下画面后 可以点选下方的连结 生日小惊喜报名 回传这一张图片 再加上填上你的收件地址 还有一些资料 Miss Hannah会寄生日的小惊喜给你哦 如果你想要报名这个月的Podcast 小小配音员宝贝方舟的故事角色征选 你可以拍下现在这一张的画面 点选下方的连结 小小配音员征选 回传这一张画面 再填上基本资料 就有机会参加这个月的配音员征选哦 很期待在宝贝方舟的故事里面 听到你的声音哦